其實我真的很好奇 今天這一道遍體 假設我方贏了 要大家做出一些 流傳百事的作品 各位在場的藝人 你們真的做得到嗎 來一下侯昌明 昌明哥 他的臉書自稱是全方位藝人 但他的作品 大家講不出來 但卻住在上億豪宅裡面 而且還出出照別人怎麼賺錢 再來是蘿莉塔 我一樣查不到什麼好作品 最紅的就是 看來離婚之後 就會生活得很富裕 跟對方的翅膀差不多 再來 朱祈鈺 他大概是三個裡面 最有代表作的人 他的Google第一頁 全部都是 但別人的不雅照是露滷溝 他的不雅照是素顏 所以看來在不雅照界 你也是 由此可知 演藝圈都是這種 濫於衝衝的人 如此 我們還需要叫大家說 要選擇濫於衝衝嗎 不需要吧 我們需要的是更多願意 做出流傳百事作品的人 來加入演藝圈吧 台灣電視上的 濫於衝衝作品實在太多了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人總是能夠賺大錢 住豪宅耶 我從來就不會自許賀榮 我自己是一個藝人 我是個演藝圈外人 我是一個想要看到 很好很棒作品的觀眾而已 我相信在座現場的觀眾 和前面的觀眾 你們都跟我一樣 想要看到一些流傳百事的好作品 大家要知道 今天這個題目呢 不是一個現實的選擇 你沒有辦法預測 自己的作品會不會流傳百事 你也不能確定自己會不會窮困潦倒 這個在討論的是什麼呢 是一種心態的選擇 就身為一個藝人 我們在做作品的時候 要在意有沒有錢 還是在意這個作品好不好 我希望想要加入演藝圈的人 是渴望做出流傳百事的作品 而且抱持著自己有窮困潦倒的覺悟的人 因為只有這樣子 我們的演藝圈 才有機會出現更多更好的作品 這個節目都要現在第八集了 我是所有變手裡面 唯一被評審 還有後面的製作團隊評點過我 說我的講話太鋒利 我不夠圓滑 我不夠厚道 但為什麼我那麼堅持要這樣說話呢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才能為各位觀眾 留下一個流傳百事的作品 這是我對於我自己是一個創作者 我是個表演者 我是個單口喜劇演員 我這樣才對得起我的粉絲 我知道你們想要幫助我的仕途運更順 讓我變得富有 但這不是我希望的 我希望自己在這個舞台上 留下一個流傳百事的作品 即使我會窮困潦倒 我都在所不惜 如果你們各位藝人 心中的自覺跟我一模一樣的話 我欽佩你們 因為這樣子 才能讓這個演藝圈變得更好 生活富裕 只會讓一個人變好 但是流傳百事的作品 會讓演藝圈整個都變好 謝謝大家 不忘了 謝謝ů 謝謝大家 你們